在信介介身上 我看到了几个台湾价值 草根性格 尊重公义 追求理想 努力不懈 缅怀疑故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 柯文哲致辞 不只主动提及台湾价值 对这位民主运动前辈 更是推崇被制 他厚道宽容 报复也不是他的风格 我的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也是追随他的脚步 我后来发现 在台湾那一代人搞政治的 好像他敌人最少 很少说他跟人家有什么纷争 这时候努力的目标 黄信介说过台独只能做不能说 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 统一只能说不能做 没有啦 这个每个每个的想法 敏感话题没多回应 就怕失了焦点 北市府宣布在花博公园 打造纪念广场 黄信介的弟弟黄天福出席 代表致印 家族成员也几乎都没缺席 蓝美金蓝世聪黄向渠全程参与 台湾研究基金会创办人黄黄雄 也给柯皮大力肯定 以黄信介在民进党内的代表性 柯文哲举动被认为是对 深律选民释出善意 不过如今却有媒体人爆料 其实柯文哲有意自己筹组政党 我常常说记不过 我不是说我去选总统 我去选总统 那个消息从哪里来的 好奇怪 我常常在报纸上读到我的作战计划 跟那个人事布局 杨文杰还说就是你的政党的名称 考虑要效仿奖位 谁叫做台湾民主党 有多回事吗 他连我的党名都取好了 你是没有否认吗 奇怪 我没有否认跟有承认 我你们实在是大人 你没有讲话就是没有否认 太可怕了 不论关乌拉隆蓝绿 还是可能准备阻挡消息 选战倒数三个多月 柯文哲的发言运作洞见观瞻 三日新闻 立威廷 张欣 特报道